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这些就是我们露营常用到的小推车 它们在户外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装备太多太重 或者是我们的车停得离我们的营地太远的时候 用一台小车就可以把我们的装备全部拉过去 非常的省心 如果你最近正好想要入手一台露营车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视频看完 一定会有所帮助 首先这个是迪卡能的露营车 400块 也是我的第一台露营车 它的轮子比较薄啊 在草地和沙地上会非常的难拉 而且它的把手只有前后 左右的空间非常的少 所以在转弯的时候会非常的困难 折叠后它是无法独立站立的 它会摔倒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后轮间距非常的小 所以非常容易翻车 但是它翻了这么多次车也完全没有坏 还是比较耐造的 总的来说不太建议大家入手 第二款是这个 我大爱的黑路小车 500块钱 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它的收纳体积是最小的 收纳和装车的时候都会比较省空间 而且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的拉手是可以左右摆动的 所以它的转向和操控就会非常的灵活 但是它水平方向的这个平面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所以它就很难装特别大的东西 但是它非常适合装很多条状的装备 我认为还是比较方便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露营小车 第三款是北欢的小坦克 1000块钱 是非常霸气非常浓装的车车 前后方都有收纳网袋 承重高达120千克 后下方有一个绞砂可以防止溜坡 轮子很厚也很稳 各方面细节也是做的比较好 而且它的后方有一个可调节的推杆 如果东西特别重的话 一个人在前面拉 一个人在后面推也是非常方便的 缺点就是太打太重了 适合那种开大型越野车的重装玩家 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边坏了一块 我这个有可能是个别情况 毕竟这个真的好贵 总的来说各有各的好 目前我也还没有找到 10圈10美的露营车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推荐一下 你个人认为最好的露营车